李约奥运会开幕式落下帷幕 最吸睛的莫过于巴西国宝级名模 Giselle Bunsen演绎的The Girl from Ipanema 这位2015年宣布退出T台的超模 选择李约奥运会开幕式 作为其最后一次T台亮相的舞台 就在上周五的李约奥运会开幕式上 超模Giselle Bunsen 在The Girl from Ipanema的音乐伴奏下 走了有史以来最长的T台 这首创作于1963年的歌曲 所刻画的是李约式Ipanema 一处海滩上一位完美的年轻姑娘形象 而这首歌背后的故事也许现为人知 50多年前两位来自于巴西的音乐创作人 在Ipanema沙滩上看到了一位当时年仅17岁的美丽姑娘 旁若无人地走过 并且为这位姑娘创作了这首名为The Girl from Ipanema的动人歌曲 这首歌后来荣获了格兰美音乐大奖 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传唱 Hello Pinheiro 也就是歌中Ipanema的女孩原型 后来成了巴西的国民女神 这首歌是全世界被翻录次数第二多的歌曲 仅次于Beatles乐队的Yesterday 歌曲中刻画的这位姑娘现在已经71岁高龄 并且还住在李约 我并且很年轻 我并且在街上 我和我家在旁边 非常温暖 自从上周五的李约奥运开幕式以来 The Girl from Ipanema在Spotify线上点击率达到了144,000以上 The Girl from Ipanema